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这样 这是Zelensky总统清楚帮助的一种方式 而且世界大战的威胁是拜登强调他不干预决定的方式 金飞区肯定失去我们和北约的三与 这是总统和联盟目前不愿意再去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建立金飞区会导致世界大战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是一种的生机 但是它确实是把俄罗斯带来的真正的不断 但他们想让美国和北约更多的残余其中 这就像一场的消极游戏 双方都试图在对方无家族的情况下 仅可能多多了或多 我们都应该记住Einstein他说 我不知道第三次战争要发生 要用什么武器 但是我知道下一战就是用石头和绑